市府发出的紧急高温警告 时间从周五中午至周日晚上八点 根据国家气象局 一天中最热的时间是下午两点至五点 市府呼吁民众 热浪来袭期间尽量避开太阳 待在凉快的冷气房 至于家里没有冷气的民众 可以采取以下方法在室内保持凉快 一、可以将窗帘拉上 并在傍晚稍微凉快一些的时候打开窗户通风 二、让风扇循环运转 或是对着窗户吹 有助于把热气排出 三、将床单装在塑胶袋后 放置冷冻库一段时间凉快 或将装满水的宝特瓶 放置冷冻库解冻后 睡觉时放在旁边有助于降温 也可以将一盆冰块放在风扇前 就有冷气的效果 四、避免穿着深色暗色衣服 以白色或亮色衣服代替 同时床单、床罩也都可以替换为亮色系 另外全市的500个避暑中心都已经开放 公共泳池也将延长开放时间 从早上11点开放到晚上7点 热浪期间提醒民众要多喝水 并注意小孩和宠物的体力状况 新唐人记者王愈赫纽约报道